大家好,我是Chucha 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一凌晨,歐國聯中的A組當中的A小組 有葡萄牙主場迎戰蘇格蘭 伍斯朗到上將破門達成900球的里程碑 同時最終能夠大隊取得分組賽首場勝仗 氣勢如恐的葡萄牙金獎回到主場應該有力再下一城 回顧今屆歐國盃蘇格蘭連續兩屆以戰敵身份 慘淡止步分組賽球隊這項賽事已六場不勝 處於兩獲四負,表現不行 而葡萄牙一度殺到入半準決賽 最終輸在殘酷的護石十二馬大戰之中 而葡萄牙似乎沒有受到歐國盃半準決賽被淘汰的情況影響 而他們亦及時做調整 將不足的地方做好 貓國聯首戰面對克羅地亞 在場面上踢得有來有往的情況下 葡萄牙倚靠達諾特和斯朗拿道的出色發揮 最終二比一贏球 賽後班奴費南迪斯都祝賀斯朗拿道 並希望球隊接下來繼續保持狀態 在主帥馬天尼斯的調教下 葡萄牙近十一場單場失球數 都是一球或以下的場次達到六場 其中在今屆歐國盃期間 更是有連續兩場淘汰賽 之中常規時間內能夠保持城門不失 看到由魯賓迪亞斯帶領的後防線 值得令人放心 據統計 在阿馬天尼斯執教生 曾經三次帶隊面對蘇格蘭 都能以零風的姿態獲勝 葡萄牙三戰都有非常厲害的球員 而斯朗拿道的進攻欲望 亦非常強烈 所以今仗可以看好葡萄牙可以贏球 說另一邊蘇格蘭 他們的後防線認同虛切 歐國聯首致面對波蘭 上半場連失兩球 雖然以靠麥湯米利頑強能攀平 但在臨完場前再失球 最終2比3落敗 首場賽事輸了 而在今屆歐國盃三輪分組賽 蘇格蘭分別以1比5慘敗給德國 1比1打和瑞士 0比1不敵匈牙里 成為分組賽24支球隊當中失球最多的隊伍 雖然陣裏有麥湯米利、安祖艾伯神 這些精戰四大聯賽的球員 但面對葡萄牙 簡直小毛見大毛 兩者的世界排名 一個排第8 另一個排第48 大家差距明顯 不理的是蘇格蘭過去13章賽事 只贏一場 其餘和4場輸8場 所以金匠亦可預見蘇格蘭有機會是輸球的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iss分裁